好 又到了年度回顾的时间了 那么就在2017年 美东的华人社区到底发生哪些大事情呢 来看纽约特派员王一如的报道 2017年一开始 美东最大的华人盛世 就是由前行政院长游锡坤领队 代表蔡英文总统前来华府 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祝贺团 在典礼现场受到美方相当的礼遇 位子不但在前面 而且还面对舞台的正中央 视野相当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位子呢 从这个正前方 就是代表团的位子 他们是在绿12区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来访问一下 前院长 院长可以告诉我们 今天这场心情怎么样 我们全团都非常愉快的心情 要向美国及川普总统阁下道贺 那这个位子也非常的棒 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在去年上任后 于今年2月下旬首度拜访纽约 代表蔡英文总统新政府向纽约的新旧朝团致谢 感谢他们长久对台湾的支持 另外也听取乔包对新政府的意见 而前总统马英九在3月上旬也造访了纽约 除了演讲也参观纽约著名景点 而台语NBA球星林舒豪3月中旬 在伤后复出的第一场主场比赛中 痛载了老东加尼克队 以120比112帮助篮网终止了主场的16连败 斩绩辉煌 而另外一个台湾小子胡志伟 则是在4月下旬被光芒队从小联盟升上大联盟 为台湾升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员有增添一人 我给我自己的期许就是一球一球好好投 然后解决掉美味打指 而艺人谢金燕则在5月下旬奉父亲诸葛亮的一命 如祈祷纽约一眼 前半场竞歌热舞 后半场改唱慢歌 强打精神演出非常敬业 但也因为想念父亲诸葛亮而速度落泪 在6月份除了胡志伟之外 另一个台湾小子林子伟也被红袜队升上大联盟 让台湾惊喜不已 而他也不负众望得到总教练的极度肯定 而在6月底更让全球华人惊讶与荣耀的 就是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受邀到白宫 由美国总统川普为他召开记者会 宣布鸿海即将到美国投资的消息 随后郭台铭到了投资地点威斯康辛州 由州长为他举办记者会 宣布鸿海即将到威州投资设厂 郭台铭可以说是受到美国最高规格的礼遇 另外每年7月在美国的中央公园 都会举办夏日舞台音乐祭 而台湾已经连续第二年入选参加 并取名叫台湾之夜 今年请来台湾知名乐团灭火器 和金曲奖得主桑布伊等人 让台湾音乐人展上国际舞台 而令华人社区唏嘘的是 神探李昌宇博士的夫人宋妙娟女士 在7月底因脑出血离世 在她的追思会上 李博士几度哽咽落泪 难掩悲痛 而另一届美东华人大事 就是在11月7号的普选中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和陈倩文双双当选 第三次连任成功 可以说是华人从政的大胜利 而在11月下旬 来自台湾的工研院勇夺素有科技产业奥斯卡之称的 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 共9项大奖 得奖数量位居今年首位 超越美国各大研发机构 让台湾在国际发热发光 另外在12月5号 台湾观光局再度回到纽约时报广场拼观光 特别运用了互动式的高科技 在电视墙上和台北的民众临时差跨洋化爱心 吸引了时报广场上无数的游客参与 让他们看见台湾之美 进而想要到台湾 而在今年的圣诞节 三大华语天后首度合体开了演唱会 包括许如云 苏慧伦和叮当 分别带来了抒情 清新和热情的情歌 和美东华人歌迷分享 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圣诞节 东森新闻 王玉如 黄汉杰在纽约报道